它有五件商品 这边已经有包三个 挑选商品放入气泡袋 接着贴上宅配单具 同时还得回复买家留言 网牌卖家理货出货 全都得自己来 就是要压低经营成本 不过合作平台PC Home 却传出要提高免运门槛 也让卖家担心 会因此降低消费者购买欲望 买网牌就是希望可以 找到一些比较便宜评价的东西 那如果运费的部分 还要再花很高额的话 这还是会减少 超商取货的免运门槛 PC Home个人卖场 从3月0元就能免运 一路将门槛调高到199元 16号有宣布 消费299元才能享有免运服务 商店街也从0元变成99元 而虾皮则是维持消费299元 运费减半 99元则是有限量的免运 但两家业者都表示 不排除在5月还会调整 觉得之前好像随便抽一抽 东西都便宜然后就想要再买 可是现在东西都变贵 就觉得好像又花不太 就差不多要那个钱包出 大概找一两个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可能范围会更大 会比较难找一点 免运门槛提高 也让许多民众改变消费方式 过去多数人都会选择 随时都能取货的超商 但买重量轻的商品 运费却和大型货品一样 因此许多人为了省下运费 纷纷改用一重量计价的邮局寄送 像我们的东西就是 比较重量比较轻 那像邮局的寄件的话 它是以称重来看的 60块跟35块的话 那有些买家可能就会 选择用邮局 连运门槛越来越高 等于变相涨价 不仅消费者吃不消 也有小本经营的卖家 担心影响生意 也在酝酿要出走其他平台 记得诚实了王富敏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